我現在這個 荷蘭小黃瓜 種也有一段時間了 那現在這個下盤可以看到 像這個開花 這個我們要抹掉 還有另外這個 有小果實這個 這個我們都要抹掉 像這樣跟它抹掉就可以了 啊花也一樣 像這種都要抹掉 啊留上面 上面我們再看啊 生長情況 再上來 還有 小果實我們一樣把它抹掉 那我們差不多這個高度 上來 那個開花的 有果實的 我們就開始要留果 啊萬一有兩隻 分枝 你感覺兩三隻太多 那個 分枝我們可以幫它抹掉 主要你留 主幹的果實就可以了 啊這個 現在像這種小顆 你要及時抹掉 如果像這個你不及時抹掉的話 到時候會長太亂 對我們這個小顆的生長 那個會不好 啊剩下中間這一個 能延伸出去這一個就好了 其他的下果 開花的都一粒抹掉 大家好 我是阿龍 今天來整理這個荷蘭小黃瓜 阿上個禮拜這個花 已經摘掉 阿這個比較多的摘掉之後 這個明顯也開始拉高了啦 那今天要來整理 然後順便施肥啦 這個雜草 下 那個水氣太多 所以說雜草長得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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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阿這邊還沒辦法將它固定導引 那像我這邊有幾棵,它生長比較快 阿像這種我們就可以鈮到 可以鈮到的範圍。 我們就可以將它固定起來 那我們這個固定啦,盡量綁活節,不要綁太緊啦 也就是說,這一顆綁靠近這一個,讓它導引這邊要有一點空間 不要太緊,太緊,怕會去勒到這個枝幹 就這樣子跟它輕輕靠近就好了 這個位置留一點空間 我們初步定位好,然後它再往上攀爬一截的時候,有再拉出去 上面再固定一截 那我們現在固定這樣子 那下面,我們有發現到這個側芽,像這個有,這個有長出來 它,不知道它小顆的時候也看不出來,是不是那個果實或者側枝幹啊 那像這種情形,我們第一點,看到這樣以下的高度 我們餘粒都幫它抹掉,不要流 也就是說,這個高度有花,或者側枝幹,餘粒都抹掉 那再上來一截,差不多這個高度以後就可以開始留果實了 那當你有發現,這個上面展開的時候,還有側枝幹,餘粒都抹掉 留阻蔓,爬上去就好了 那像我們後面,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啦 像這個後面喔,這一顆的話,這個已經有果實了 很明顯嘛,這麼大顆 另外一邊它還有果實 像我剛才講的 這個高度,這個果實我們都一粒跟它抹掉 都不要流,下面再查看有沒有 再上來這邊,這邊還有,我們一粒都跟它抹掉 就這樣子,啊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靠近固定起來 旁邊這邊也有一顆啦,像這種都一定要抹掉 我們生長有高度不一嘛 它生長一定會有落差,像那邊就還沒有辦法 就是把它固定位來綁 像這種情形就,我們過幾天一個禮拜 或者五六天的時候再慢慢查看以後 再慢慢跟它導引上來 啊最後啊,最後我們這個定位之後 差不多這個地方開始流瓜 這個以上開始流瓜 像這個葉子啊,到時候我們下盤這個葉子都把它除掉 我們比較好管理 也就是保持這個高度以下整排 不要留葉子,就從這邊把它去掉去掉 這樣子我們比較好 撕回管理 對這個葉子去吸收養分啦 啊這樣子我們就比較好去整理 啊現在那個有比較大顆 所以我暫時先把它,就是把它定位綁起來啦 啊也就是說上面,開始流果實的時候 你發現它攀爬上面,上去之後 如果有側蔓我們把它折掉 因為你側蔓攀爬出去 這個跟這個距離會攀爬太雜 啊我們就固定主蔓上去 主蔓上去之後 它每一個環節每一個環節 它正常都會有刮果 所以說你側蔓余力把它弄掉 我們比較好整理 不然你攀爬這一顆套這邊,這邊套這邊太亂的話 那我們會引起那個病蟲害 然後另外的,就是空間不足夠 所以說這個空間我們一顆上去 主蔓上去就夠了 啊就固定留主蔓的果實就可以了 這個,荷蘭小黃瓜 我們這個,要比較 常常去查看 它有這種開花的 我們下盤這個不要留 常常去看這個 不要的就抹掉 不要讓它長大了 吸收養分 還有測枝幹 就是說比較要勤勞 一天兩天都要查看一下 啊今天這個小黃瓜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掰掰